嗨,这里是ROCBOX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 颠缅会战的下半段 也是中日抗战中 国军少数死伤人数低于日军的光荣战役 这场战役由中英美三方联合主动出击 中国的目标为打通中印公路 使物资可以再次经由陆路进入中国 此时二战的局势已与一年前大不同 随着欧洲战场情势改变 英国及美国开始将更多心思放到亚洲战场 缅北跌西战役开始 1943年10月下旬 在此之前 占领怒江以西大片土地的日军多次企图渡江 但皆被国军第71军阻挡 1942年12月 中国驻印军在蒋中正策划下 组建新式一军 由郑栋国任军长 孙力人为副军长 中华民国也借美军空运运输 向中国驻印军补充兵力 并在美军协助下装备新式武器 到1943年2月 第二次中国远征军也在云南成立 由陈陈担任司令 并引入美籍教官 积极进行训练 准备对缅北发起反攻 1943年3月 1943年3月 驻印军第38师奉命由印度列国进入野人山 掩护中美部队进行中印公路建造开通 这项秘密活动持续进行着 到了8月 驻印军与远征军的训练已完成 战斗预备已然就绪 这时英美中组成东南亚联盟军司令部 由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为总司令 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副司令 确立了反攻计划 1943年10月驻印军反攻计划代号 安纳吉姆开始执行 10月24日第38师及第22师 从野人山迂回高超 向日军与胡康河谷最大驻点 新平阳发动突击 两军激烈交战 到了10月29日 38师攻下新平阳 日军第18师立刻率55连队增援 但被国军击退 在史迪威命令下 国军部队再次将军队推进大落 两军与此形成对峙 到了12月 孙丽人亲率援军来到新平阳 对日军展开攻势 在7天的交战后 歼灭日军400余人 日军18师55与56连队败走 中印公路于1944年1月1日 开通至新平阳 指挥部也推进至此 但此时中国远征军司令 陈臣因并由魏力皇接任司令 1944年3月 日军企图派军进攻印度 英帕尔以牵制盟军于缅北的攻势 盟军东南亚战军统帅部 要求中国方面支援前线 3月5日第22师在第38师协助下包围 并占领日军第18师所在的目关 日军18师败退至瓦鲁班 第22师与第38师又联合快速南下 向日军第18师重要据点 瓦鲁班发起包围进攻 国军一举击溃日军18师主力 并缴获大量武器文件及档案 史称瓦鲁班大劫 从梦关至此 日军第18师贡商王约4500人 并退守至松山 到了3月14日 新一军将战线推进至孟拱河谷 此时在盟军的计划之下 第22师、第38师、第30师、第50师 与美军联合空降围攻密之纳 与密之纳日军第18师第114连队展开交战 最终驻守日军3000人全数被揭灭 密之纳被一举攻下 重新打开了缅北的交通枢纽 而盟军于此处驻扎两个月进行整修 并保护密之纳不再被日军重新占领 此时为了方便作战指挥 新一军扩编为新一军与新六军 由孙立仁为新一军军长 而新六军军长为廖耀乡 新一军于六月攻下孟拱 并将进攻目标指向巴洛及伊洛瓦底江 企图将此处日军击退 避免敌人再有反击或骚扰的机会 在驻印军组成新一军时 远征军也在8月组成第11集团军 及第20集团军 准备在驻印军从北方发动攻势时 一同横渡怒江 从滇西杀出攻向腾冲及龙陵 将中国境内的日军全速击溃并重新占领纳虚 完成安纳吉姆计划 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第20集团军 强渡怒江成功 第20集团军第54军 向日军148连队与146连队发动攻势 展开了一系列的要点争夺战 双方血战至腾冲一带 开始与日军僵持 到了6月1日 第11集团军也渡过怒江 紫一集团军第28师于6月4日围攻松山 但在日军第18师第113连队坚实的防守下 九功未果 7月1日远征军以第8军接手进攻松山 第8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发动九次进攻 到了9月7日日军113连队1300人在松山全数被歼灭 第11集团军朝隆陵进攻 而在腾冲的第54军也于9月14日歼灭日军2700余人 收复腾冲 使腾冲成为了中日战争以来第一个被完全光复的城市 10月16日 新一军与新六军联合向巴默进攻 但此时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 由越南推进贵州独山 贵阳告急 于是新六军调离前线前往支援贵阳战线 留下第57与新一军继续攻打巴默 而远征军第11集团军也在11月3日攻下隆陵 于11月20日战据芒市直逼晚丁 日军占领的巴默在12月15日被新一军攻陷 到了1945年1月15日西裔军拿下南侃 1月19日远征军拿下晚丁 最终两军一同进攻盟友并在此会施 这象征着缅北的完全开通 也意味着驻印军终于可以由安全的道路回到中国境内 1945年1月28日中印公路在晚丁进行通车典礼 此时来自盟军的物资终于可以再次由南方顺利进入中国 加速酝酿了国军在中国境内对日军的反攻 而远征军的任务完成 于此撤军返回中国 但驻印军的脚步却还没有完全停下 新一军与五十师兵分两路南下 新一军势如破竹 一路攻下今为最后取下纳须完成安纳吉姆计划 第五十师渡过一罗瓦底江前进 也是入无人之境迅速攻克南渡西宝南宴 在三个月内停进600公里 日军死伤人数高达3500人 3月30日国军攻下桥梅与英军会师 至此缅北日军已完全被驱逐 驻印军的任务也宣告圆满 定凯旋班师 缅北滇西战役在此结束 这次中日抗战以来 少数国军能与日军势军立敌作战的时刻 尤其高度现代化的驻印军在孙力仁将军的领导下 更是以1比6的伤亡力碾压了敌军 可以说是国军在中日战争中光荣的时刻 进入缅甸内部的日军师团势力 在这一刻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而原本支持日军的缅甸政府也在此时转头盟军阵营 1945年4月英军重新夺回曼德勒 日军不久后也弃手仰光 最终英军在5月2日攻下仰光 宣告着日军全面从远甸撤离 这也象征了日军在亚洲战场前路败向 最终日本于8月15日宣告投降 象征着二战全面结束 但远甸也在这场战役中宣布了脱离英国正式独立 喜欢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可以做出 更多关于国军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的主题的话 欢迎以捐赠和小额付款的方式 请在下面支持我们